周一看这个男人 他从战场上翻找着食物 可下一秒 他却找到一个黑袋子 里面是数之不尽的钱币 这样的袋子还有三个 男人边翻找边说着发财了 突然 爬起的老兵没有杀他 反而让他充当苦力 尽管刘明好话说尽 可老兵全然不顾 如若赶跑 这结果显而易见 老兵让马和刘明扛着钱 二人一马就这样上了路 刘明看着手中的报酬 欲哭无泪 路上 刘明问老兵到底要去哪里 可老兵压根不答复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在唐朝有一支铁军 安息军 安史之乱后 安息军主力回长安平畔 留下几千将士 对抗周围几十万吐蕃大军 将士们被困25年 宁死不详 此时 他们只剩下秋辞和西州两座城池 两城户帮自救 收送军费和物资 而老兵正是运款小队中的一员 他们和敌人相遇 仅活了老兵一人 他是要把军费送往西州城 天黑前 又饿又累的二人 总算遇到一个饭馆 刘明看着喷香的羊肉 垂涎三尺 可老兵并不大方 只是向店家要了两碗免费的水 当作冲击 可这点水哪够 刘明被羊肉吸引 完全忘记了怀里的钱袋子 铜钱的落地声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老兵警惕地看着四周 立马转身离开 旁边魁梧的时刻 仅仅盯着离职的二人 老兵顾不上歇息 喊着刘明赶快走 可魁梧的壮汉 还是带着队伍追过来 老兵毫无惧色 拿起墨刀迎面对峙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魁梧的壮汉 并不是来夺取钱财的 反而为他们带来了食物 我们是大唐的商人 好多年没见过大唐的兵了 敢问军爷 是不是我们大唐的人马 就要回来了 面对壮汉的询问 老兵慢慢收起兵器 他心有万语千言 却说不出口 这条路 越来越难走了 保重 看着商队离开 老兵挺着几倍 抱起拳头 吃过饭后 刘明的话也多了 这一路上 他不停劝说老兵 有这么多钱 这一辈子都不用筹了 买几十亩地 穿金带银起不快哦 听着这些话 老兵的目光异常坚毅 远处漫天黄沙袭来 人无处躲避 只能有啥坚持 黄沙过后 人虽无恙 可驼物的马却死了 无奈之下 老兵脱掉盔甲 要把人当马来用 老兵的话震住了刘明 他久久无语 只能配合老兵继续前行 一路上 二人拖着钱财不敢歇息 时间久了 刘明也扛不住了 他趁老兵熟睡后 想烧断绳子逃跑 谁曾想 被老兵一下制服 他前面 前面就是 这是什么 你给我 宣伟君 你给我 你是兵 给我 人家逃你 大人在这儿 还有几个兵 所以你逃了 成没了 人家死了 就剩我一个了 我还能怎样 快走 不 只要死在一起 把我们家庭带回去 可如今 字化了 这些家书 还能送去哪里 老兵听后同样感慨 和谐走廊被切断 他们被困了25年 将军曾几次派人 传消息回长安 都被截杀在半路上 说出信中无奈 老兵坚持要继续送军匪 敌军几十万人吗 这家钱管什么用 哪怕能多换一车 两层 一把刀 一支剑 就能多让一个敌人 知道这儿 是我大汤 很多商人和百姓 为我们提供粮草 被敌人抓了去 掉了毛袋 他们认为不是那个钱 是得钱上注的两个字 大汤 老兵承诺 送完钱给他一匹快马 让他把家书送回去 奈何天不遂人怨 二人遇到了巡逻的突破军 在下大汤五威军 玄格营 第九七零六 郭元正 宣威军 卢十四 对方虽然人多势众 可二人骁勇善战 拼尽所有力气终获胜利 不幸的是 老兵被刀刺中 卢十四扑向老兵 奈何伤势太重 没说出一句话 擦干眼泪 卢十四捡起钱袋 嘴里叨叨着发财了 都是他的 发财了 发财了 都是我的了 可脚步去向着西州城的方向走着 没有水和食物 他凭着心中信念 一路前行 哪怕跪着 爬着 也要把钱送给安息守军 不知爬行了多久 卢十四终于爬到了城墙下 这一刻 他也彻底晕了过去 等再醒来时 一头白发的郭将军 围在床前 他终于完成了老兵的遗愿 就连自己的报酬 也一并送回 郭将军问他是谁 听闻此话 郭将军双眼喊泪 颤抖着 接过信件 卢十四离开时 为他送行的是满头白发的老兵们 二十五年了 他们心念大唐 宁此不祥 走出西州城门 卢十四仿佛看到了 二十五年前 出来此地的安息军 出使铁军少年郎 如今独守孤城 已是满城镜白发 公元78一年 即剑中二年 西域密室与长安联系上 满朝文武这才知道 西域还没丢 将士们仍在束手大唐边境 文者无不苍然落泪 他们整整坚守了四十二年 无一人投降 可惜这群白发将士 到最后也没能等来 那震慑天下的大唐铁迹 公元七九一年 突破举全国之力进攻西州 这群奥古安息守军 全部已身殉国 其实这是一部广告短片 但是整体故事性 道具情节都很完美 不比电影差 以后广告请都这么拍 我愿意单独付费看广告 好的感谢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见 等把钱送到了 给你那匹怪马 因为西州城的兄弟们 送我们家属